Hello 大家好 我是方庭 我正是處於人生的低潮期 身邊有射自己 朋友方面也沒有什麼問題 外情也沒有問題 早上看到陽光也覺得很棒 放手很開心的歌 跳一下跳上上班 一晚上回家就會陷入 越來越負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就在那裡覺得自己很慘 究竟為什麼我會這樣 說不清楚 寫了一些方法給自己 怎樣去走 還是沒有感覺到自己 但還是做不到 反而更想逃避 整個人處於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我今天看到這個流氓的 10個低潮期自救的錦羅秒計 我現在打算17下 其實我本來打算自己寫下 已經準備做到 反而好像沒什麼恨心感 所以我決定錄一段影片 去記錄一下 究竟這10個錦羅秒計 究竟對我有沒有用 如果大家都處於低潮期 一起努力吧 好 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錦羅秒計 是找回自己是誰 看看以前的紀錄 究竟哪段時間自己是最開心 將以前的開心 和現在的不開心 做一個比較 究竟有什麼落差 我有寫下 究竟我在什麼時候最開心 例如去旅行的時候 在斯里蘭卡做義工 自己一個去讀油 然後去歐洲買藝 跳舞的時候最開心 然後去露營 行山 一些戶外的活動 然後以前去旅行拍片 我自己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最開心 對比現在的不開心 就是 日復日的工作 例如拍照的時候 可能是給工作去拍 已經不是初衷拍照 自己想拍的東西 或是去露營 走完這些已經沒有了 以前的新鮮感 因為覺得自己彈結他 唱歌不是這樣 就決定了 不如以後也不要再做這件事 夏天也不聰明 這樣就會有點不開心 還有 因為 全時間上班 就會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接一些模特兒的工作 令我開心的事情 就是這樣 沒有做到 再跳舞 我竟然沒有再跳舞 我想到了 應該是要 多給自己挑戰 發現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真的開心很多 學會結他和唱歌 無意之間 在練習過程中 有人邀請我做表演嘉賓 然後我真的自彈自唱 一首歌 還拿了這個 獎狀 雖然是很少的事情 但是 真的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Next 第二個錦囊了計 就是 不要讓其他人幫你做決定 這個我完全是犯了 我很多事情都會很想問人意見 因為自己已經 沒有這個獨立思考的能力 突然間才點醒了我 就是像我去做健身 我會不帶路 會想問一下 我今天做什麼動作 我連搜尋都不搜尋 就是直接問 就算別人做什麼 我就盡量做什麼 然後 比如說IG的照片 哪張放第一張 哪張放第二張 哪張放第二張 或者排版怎樣放才漂亮 全部都要問我妹妹的意見 或者我辭息 我都會想一下 這份工作適合我還是不對 我問很多人的意見 其實明明自己才知道 這份工作適不適合自己 穿每一件衣服都會想 不如你幫我選算 可能你才會選到 適合我風格的東西 不如你幫我決定 其實這樣 好像真的錯了 當決定是比其他人 決定的時候 就會很輕鬆 然後我完全沒有這個 批判性思考 我的能力 它的錦囊就是 加當機立斷和斷捨尼 好 我的當機立斷 就是扔了很多衣服 真的 是一些 永遠都不會再穿 然後 這件是我中四穿的 或者有很多canty 我一次過就扔了它 成功的一帶步 就一次我沒有再問過 妹妹到底 這件衣服要不要 全部都是自己決定 有問好不好 問什麼 問一點而已 都不行 三個錦囊秒計 調整自己的作息時間 那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是一至五都要上班 然後其實那個作息時間 都很定時 但是呢 星期六日呢 先睡久一點 睡到12點 睡到1點 第四個錦囊秒計 要整理自己的生活空間 因為我的生活空間實在太扭轉了 鏡頭 在這裡 我連櫃都沒有關 然後那些衣服 雖然摺了 但是也是沒有摺的 外套也是沒有分到顏色 這樣放 因為我之前最整潔的時候 是運動箱放在一旁 然後外套放在一旁 而且我也是不摺床 而且我永遠都會關掉這個窗簾 總之這裡也是很亂 自己的生活空間 就是自己的小宇宙 給大家看我現在的小宇宙 多乾淨 我房間現在是不是乾淨了很多 比你之前乾淨了很多 哇 我現在的聲音 哇 我開不開心 你開了很多 我都開心了很多 對 我們去下一個錦囊 來到第五個錦囊秒計 就是不要逃避做自己害怕的事情 因為逃避的最大的心魔 其實不是不想撞 而是怕自己做得不好 那流芒的秒計就是 將害怕失敗的一個想法 消除 就轉換成 終於完成了挑戰之後的自己 我想分享一個小勝手 就是我終於整理了 放在我房間很久的一些包裹 整整整排在這裡 就開始剪片 然後剛剛呢 我又剪了一段片 呼呼呼呼 給大家看一下 剪完再一段 放在這裡 擱置了兩個月的片 就是Rocky 和我一起行山的片 如果你也是低潮期的話 不妨設一些 比較容易達成的目標給自己 譬如是 煮一頓飯 或者是 撿一點房子 突然飾了一個 momentum 就會比較有動力 去做一些更難的挑戰 覺得個人是開心一點 不可以說馬上 一聲很開心 覺得有動力多一點 第六個錦羅妙計就是 決定停損點 好像股票一樣 當它真的跌到一定程度 我們就馬上離場 我們的人生也是 有些東西過去 就讓它實質地過去 我們應該的就是 專注未來的發展 好像是我經常都買完 家裡的電器 或者沙發 為什麼這麼殘舊 為什麼用那個煲 煲水的煲 還是那些會叫出聲 然後你才要去關 那些 其實應該專注在 創造更加美好的將來 那我應該要寫下 我要換了這些煲 煲 煲 換了電視機 自從換了風扇 還有換了沙發之後 心情真的很厲害 真的要開始為自己的生活 但是改變而不是 再去埋怨 第七個錦羅妙計 是認識自己的麻醉物汁 我剛剛寫下了 就是 酒 購物 還有 和朋友出街 話說 我已經知道自己 逃避什麼問題 今次下來 我就會清除所有的麻醉物汁 譬如是 喝酒 或者和朋友出街 等等等等 我這個禮拜 就不會做了 那我就會留在家裡 一個禮拜 自己做健身 或者去拍片 所以今天是星期三 我就在家裡 第三天了 那我覺得其實是真的開心了 因為我多了很多時間 做事 我錯過了一個點 就是我應該要 撥一點時間 做一些真正在我人生中重要的事情 不是說朋友重要 但我應該要 將自己的夢想 自己的目標 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應該要 加油 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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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的錦羅妙 不要強迫自己 在情況最壞的時候 做這個大改造 開了流氓介紹的鬼滅之隱 我覺得 真的蠻好看的 我現在看了第七集 第一句 我覺得她說得超級好 沿著你舒適的邊界 去觸碰一切虛幻的起點 牽著自己的手 從夢境慢慢走出來 才會有機會救自己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信夢的人 我每一次發一個夢 我都會記錄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潛移式反映 都給我自己的問題 那我就可以 根據我這些問題 想回根源是什麼 然後怎樣解決 但我發現 我越找到一些問題出來的時候 我就越想逃避 所以我覺得 是要慢慢來 第九個錦羅妙 在身邊最親近的夢說 會不會自己的情況 我覺得這一招都很管用 我聊了一個朋友 是打泰拳 但其實我的時間 只是出不了出來 因為其實我還有片要剪 要彈結他 或者其他人都還沒調整到心態 我真的跟我朋友說 我覺得自己處理不了這麼多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雖然可能她也覺得 突然之間 說不空也可以 但其實她也明白 究竟我現在是處於什麼狀態 其實當你真的不舒服 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如果朋友跟朋友說 她們都會明白 第十個錦羅妙 我們可以告訴對方 我們覺得不好 所以告訴別人 為什麼我們不好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我是一個 給人感覺是活潑開朗的人 簡直是不會傷心 不會負面 真的很搞笑 會有些人 DM我 為什麼你每天都這麼正面 為什麼你好像不負面 為什麼你經常都分享 這麼開心的事情 其實對於我來說 當然是開心的事情 才告訴別人 怎麼會說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給別人聽 其實她這個感染 就告訴我 其實我們也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不開心 只是當別人問你 為什麼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大方地說 其實我現在狀態不是那麼好 我就不太方便說 因為等我狀態好一點的時候 才告訴你 那就不需要說很害怕 別人知道你不開心 或者一直裝作自己很開心 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都是對自己的情緒負責任的一個行為 這次實測流氓的低潮期自救感落 都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去實測 這段時間我也是記住她說的 要記識自己的麻醉物品 還有做一些令自己開心的事 兩個月之後 她人回到支持那個狀態 如果你也是低潮期的話 千萬不要逼自己太緊 要給自己時間去慢慢改變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類型的實測片 記得CLS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